第三因果不虚第四是轮回过患 我们这个身体常常都是很健康的 生活常常都是很幸福的 就会常常沉溺其中生不起出离心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去想 如果你现在没有把握可以解脱 当生命结束就是下一个轮回的开始 你恐惧轮回的心不强 这是轮回过患 你没有思维建立起来 我们这个同修很多到现在都还保留实力 最近我常常讲 你都没有想到 这就是已经是修行的时间到了 你可能下意识说 可能以后我还会遇到另一位 我心里真正的善知识 一位大的法师 一个跟我具足善缘的道场 或者我现在再过个两三年 可能才是我修行的时间开始 或者你就想我这个还没有吃够 还没有玩过 有一些事明明知道是造业事不能做 可是我还没有做不甘愿 所以我应该去做一做 你可能还是这样 就是不实心修行 还保留实力 这样对你就是很大的损伤 就是说你应该开始去想 这个轮回的过患 这轮回是很恐惧的 可能你这样一轮回 你很多至亲至爱的人 不会在一起 用这样的一个决定心来修行 所以很多同修 你当下还没有发心 这同修之间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有的是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在讲的时候 你可能心里会看自己的内在 或者你会心虚 甚至会惭愧 这都是好的 有一些同修是严重到什么 你都不知道 甚至你自以为你已经是很发心 跟同修讲 你永远不要认为 自己的发心很强 永远不要觉得 你已经很发心 你这种发心 是超过很多人 是很难得 你永远不要这么想 因为永远都有太多人 他的发心超越你很多 也许你在我们这种小道场 你觉得自己的发心 是难能可贵的 或者你住的那条巷子里面 只有你一个人在学佛 懂得做善事 早晚定课 可是你这种发心 跟真正的修行人比起来 那个就是像小儿科一样 像幼稚园一样 你的发心还远远不足 所以你不应该再保留实力 不应该再发心发不出来 应该看到自己问题是很严重 所以你如果在生生死死中 遭遇种种的痛苦 有一天体会到六道轮回的无奈 或者看到很多六道众生 他轮回的这个痛苦 你感同身受 有一天可能你就会真实 发出这种出离心 但是这一天到底到了没 也不晓得 也许快到了 也许还没到 一指善之士 明白狭满难得 寿命无常轮回过患 因果不虚 为了你要了托生死 了无生命的实相 我们一定要一指善之士